凤林镇文言文化健康站9月1号上午在奉信长老教会成立 全国部落文化健康站从121站增加到503站 而凤林镇文言文化健康站未来会成为促进部落30多位长辈健康 减少孤独感 落实在地健康老化和中老及部落长辈重要的聚会场所 因应高龄社会的来临 圆明会推动原住民族长照服务 花林县政府积极向中央圆明会争取经费 在花林县内广设文化健康站 经多方努力之下凤林镇文言文化健康站 是全国第482间文化健康站 政府这样的一个德政给我们部落 这些长者的一个乐国养老的一个地方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场所 让他们能够有好的一个 安阳晚年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看我们所有的长者的这些寿命 跟他们被照顾的这一块里 真的是给最大的一个注意 那其实这一段时间呢 我们今年呢 我们花莲总共有三个文件站的成立 那这三个站呢 一个是在受封的月梅 一个在我们的凤信 那还有一个就在我们的封兵的巴里湾 那巴里湾这里呢 因为呢是以前我们的封兵国小巴里湾分校 那我们把这个闲置的空间 教育处这里先拨了经费来把它做修缮 那之后呢就协助我们部落 来提报这个文件站 在这里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委员们的大力的帮忙 那在其实很多地方的事务就是要靠大家同心协力 凤信长老教会牧师指出由于凤林镇是客家镇 能够成立文化健康站对于部落的长者来说是最好的活动 与聚会空间 能够减少部落长者 花太长的时间到邻近的健康站参加活动 我们客家的这个 他们的健康站也在我们的附近呢 也没有很远 所以其实长辈们他们也一直很羡慕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希望能够为我们的长者来争取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数据 特别是在凤林镇原住民的长者的人数非常的多 然后只有一个 在凤林镇里面只有一个文件站其实是非常不够 所以我们才是希望说能不能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特例 然后让一个部落能够再增加一个文件站 来服务更多的长辈 所以来这边这个文件站吸收的很多 文化健康站在中央与地方政策携手合作之下 部落长者希望未来逐步健全花林县内 原住民长照服务的覆盖率 让文化健康站成为部落长者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记者林杰凤林镇采访过来